传说战国时,宋国有一个农夫,他有一块肥沃的田地,田里有一个树桩,干活累了的时候,他就坐在树桩旁边,歇息一会儿。 有一天,他正在田里耕作,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兔子,急急忙忙地奔逃,结果一头撞死在那树桩上。 农夫跑过去一看,高兴得不得了,今天的运气真好,白白收获了一只兔子。 从第二天开始,农夫放下锄头,每天守在那个树桩旁边,希望再得到撞死的兔子。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,可是再也没有兔子撞死在那里。 后来,人们用手朱带兔讽刺那些不肯努力,而存有侥幸心理,希望得到意外收获的人。 这个成语也比喻某些人死守狭隘的经验,不知变通,最终一事无成。